马总统跟吴院长今天下午本来安排一起到新竹出席宗教大典 没想到吴敦义在台北忙着处理台股大碟 整整迟到了20分钟 当时马总统上台去自辞 吴院长呢还想要静悄悄地偷偷找个位置坐下来 然后就拼命做手势 暗示旁边的人讲说不要鼓掌不要鼓掌 结果呢总统还是一眼就发现 台上大声地说欢迎吴院长 好了所有人都知道院长迟到了 说好了早上十点半 马总统和行政院长吴敦义两个人要一同出席 新竹弥勒圣地的落成开光大典 但现场怎么看就是找不到吴敦义 总统只好照着流程走 自个儿先上台致辞加冕 只是话讲到了一半 我们社会教育关心公益 各位我们行政院院长吴敦义先生到场 人们还想要静悄悄找到位置赶紧坐下来 就连两旁的欢迎队伍 吴敦义也是拼命打暗号 要大家小声小声别张扬 但被总统这么一叫 场内场外都知道吴敦义 整整迟到了二十分钟 院长今天为什么比较晚来呢 一早在台北忙着处理股灾问题 行程只好稍稍抵累 而现场的突发状况还有这一桩 阳光对着照实在是太刺眼 马总统一个踩空 差点从舞台上摔下来 干净戴起太阳眼镜 以防再摔 免得受伤划不来 这是转沉一帆 廖绍凡 SN教组 新竹采访报道